今天的世界万象几十通要来聚焦德国纳粹据传二战期间 把抢来的黄金偷偷藏在世界各地 而最近有英国媒体独家报道说其中有一批纳粹黄金 埋在波兰一座宫殿的地底下60公尺处 这批黄金有28顿重 换算成市价可能高达462亿新台币 纳粹黄金到底在哪里 很多人都感兴趣 根据英国《每日有报》报道 有研究人员从供给回手上拿到一本日记 疑似是曾协助埋藏纳粹黄金的军冠撰写 内容提到有批重达28顿的黄金 深埋在波兰福次瓦夫的宫殿地底60公尺 从宫殿周围一座爆破井进入就能找到 这批黄金的现行市价可能高达12.51英镑 约台币462亿元 研究人员已当日记送交波兰文化部 外船也到德国专业机构鉴定 但还没收到结果 他之所以公开黄金所在地 是希望尽快获得政府首肯 进行开挖 1944年 跟俄罗斯兵派通过波兰 地区说 纳粹买有黄金的宫殿 建于西元16世纪 历史悠久 先前曾多次遗嘱 2017年被波兰一个家族收购 他们为了避免外地人一窝蜂跑来寻报 已在周围加装围犁跟摄影机 无论纳粹黄金的消息是真是假 已在全球寻宝民间掀起一波话题 关于伪变异